在三支区内有许多的墓园业者在过年前都会捐出满满的物资超过有1500份的礼盒 而公所也号召了志工来发放希望弱势族群还有独居长辈都可以过一个好年 过年之前三支区内的殡葬设施业者北海辅佐与龙岩股份有限公司捐出满满的物资 希望提供给三支区公所这个平台协助发放给区内的弱势族群 可以见到物资超过1500份因此发放的对象也是最多的一次 包括五大津贴补助的民众还有独老以及高关怀家庭 也因为物资太多独老出门不方便还出动了志工送物资到家相当的贴心 要出钱就贴一点油钱 送去给独老 对的 为什么会要特别这样做呢 他们要那礼物很多啊 可以见到公所志工一一将物资搬上车 然后准备出发送物资也关怀长辈 志工表示常常到独老家中关怀 每次见到彼此都相当开心 而这次在年节之前也要特别送上物资也送上年节的祝福 今天在我们新北市三支旗公所 那我们非常感谢在我们辖区内的殡葬设施 包括北海无作还有龙眼 那赠送一些的综合的水果 那两个地方加起来都已经有一千多箱 那我们今天针对的对象 那就是五大津贴补助的对象 还有高关怀的家庭及独肌老人给他们暖暖的送冬 那我们在公所的志工也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我们因为是偏远的地方 这些独肌老人他们都是住的比较偏远 那么有94位 那我们由我们志工亲自赠送 把这些的礼物送到他们的家庭 我们希望能够感受这些地方上的一个爱心 也让他们过一个暖暖的一个冬天 这次的物资有水果礼盒680盒 以及民生物资986盒 放放对象从低收中低收到独居长辈都有 甚至居公所也要加紧在过年之前 赶紧送到弱势家户的手中 期待在社会企业满满的祝福关怀之下 弱势族群都可以过个好年 记者蓝萍函三支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